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述沛 我是出聲晴雯 相信啊 大人小孩一定都會知道這個 喜歡用屁股走路 又愛泡妞 吃一種滿正義感的 蠟筆小溪 野原新蜘蛛吧 沒錯 任天堂呢 即將推出一款以蠟筆小溪 為主題的 Switch 遊戲喔 趕快一起跟著小溪 度過美好的暑假吧 蠟筆小溪 我與博士的暑假 無盡的七日之旅 是由陳開發 《我的暑假》系列文明的 林布河所推出的最新作品 以大家喜愛的漫畫人物 蠟筆小溪為題材 讓玩家們透過小溪的視角 來度過一個精彩 有趣的暑假生活 本作的故事起因與 小溪的爸爸廣志 因為必須到九州出差 一家人來到位於熊本縣內的小鎮 住上一段時間 小溪也在這裡結識了一群 跟春日部防衛隊成員 長得一模一樣的朋友 小溪無意間 遇到了一個奇怪的博士 還送給他一個神秘的相機 不管釣到魚 抓到的昆蟲拍下照片後 都會變成一幅畫 於是小溪帶著相機 開始在這小鎮自意暢遊 玩家們也可以一起幫忙 完成豐富有趣的繪圖日記 不過這時候小鎮 卻開始不斷發生奇怪的事 甚至還出現巨大的恐龍 而這一切似乎都跟那個 奇怪的博士有關 本作預定在7月15日正式發售 喜歡蠟筆小新的朋友 可千萬不能錯過囉 オラと博士の夏休み 終わらない7日間の旅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